先不卖关子 先给大家看 擦一擦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的钢底 光线问题是急需解决 只能这样子打点强光 黑面 然后我是非常喜欢他整个的感觉 而且戴上手 有一点点厚重的感觉 但是其实比Deepsea还有Sea Dweller都要轻 这是个问题 光线是不怎么样 凑合看吧 当年非常喜欢钢底 尤其是熊猫底出了之后 我就更加喜欢了 更希望能够收一块对通了 你也知道熊猫底出了之后 不但是熊猫底一表难求 老钢底也是水涨船高 本来已经是涨得够可以了 又涨不断的涨 现在2021年的秋天 一个有paper有box 就是有盒子有收据的 有卡的老钢底的话 116520的话差不多要25000美金 你25000以下能不能买到也可以买到 这个买的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我们自己看着办了 我入手的第一支 这个仿钢底的表 或者就说让我稍微拔草的一个表 就是这个金工的SZSJ006 这个是金工跟Nanospace 是日本的一个百货商店 好像是他们联名做的表 是个石英表 然后是熊猫面 但它这个是乳白色 它没有那么白 乳白色 戴日历 它这个真的是40 它这个真的是40的直径 大家要注意 这个得冲它其实只有38.5 它说是40 但是每一块出来量 基本都是38.5左右 这个这个金工定价是25000日元 现在基本上你要买得到的话 基本上他们都加到500美金左右 就是差不多5万多日元 那在日本国内 可能还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二手的 如果有人喜欢的话 那可以去买来玩一下 这个表链应该是空心的 比较轻 整个表给人感觉比较轻 但在石英表里面真的还算是比较厚重的 相当不错 尤其整个这个质感跟质量 尤其这个build quality非常不错 便宜说完了 那开始就开始买一些贵的 其实大家知道很多表都是很有建议的 好比说这款Omega的Moonwatch月球表 所谓的Speedmaster超霸 然后Speedmaster有无数个型号 那这个只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非常的有名 因为它是 它这个系列 就是他们 它的系列是 真的是60年代 60年代末上月球的第一块表 也是手动上链 这个是手动上链 至今还是 这个机星是1816 但是现在新版的 蓝宝石表面的那个机星已经变了 好 这款表到 这边不然对焦能不能对得上 还是有写着是这个第一块上月球的表 大家看 写 Flight Qualified by NASA 然后下面会写是 The First Watch War on the Moon 这块表其实是有一定的纪念意义的 也是个跟人类跟太空探索都有息息相关的一块表 它有它的历史的一个应急跟传承 但问题是大家记住 这块表并不是和第一块登上月球的表一模一样的构造了 那机星也换过了 其他的方面 这个外形基本上很相似 基本上是一样 叫它自动对焦行不行啊大哥 OK 好 这是这块表在2021年的秋天的话 那因为版本的不同 价格也不同 但基本上你要有盒子有纸的 近20年内的话 一般都是在4500-5000美金 二手 在这之后的这块表呢 就有点特殊了 中国是基本上没有人玩这块表的 这块表是一个致敬表 Omage Watch Javelle的Treebacca 或者叫他们也叫Paul Newman 一共是有 那这个款式是发了500个 那它一共有4个款式 熊猫反熊猫 黑表圈跟钢表圈 4个款式 每个500 所以一共2000个 相当不错 这块表挺好 因为它跟 劳力士的Paul Newman Daytona 是几乎一样 就是外形来讲 而且这个表冠 是可以 是可以通用的 跟真的Paul Newman Daytona 是可以通用的 那这个表为什么会活起来 因为它原来的定价只有2000块不到 但是现在基本都要5000到6000多 才能买到 美金我说美金 然后为什么 那是因为 有一到两个 这个欧美丸表界的名人 他们呢 是拥有真的Paul Newman 对通了 但是他们不敢随时带着 为什么 这个等于带套房子在手上 你这个 你这不是这 这不是找链吗 是吧 那你带这一块呢 哎感觉呢一样啊 然后带他们这种表界大咖手腕上呢 大家都会第一想到 哎他带着Paul Newman 其实不是啊 那这个便宜了很多 算是一个替代品啊 顺便说一下余文乐啊 经常有人说余文乐牢 余文乐他有一块真的Paul Newman 不知道他带的多不多 反正带的多的话 我也建议余文乐先生啊 也买一个这个表得了啊 虽然这个表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相当不错啊 现在的市价大概是5000到6000 是这个二手的全新已经没了 因为他一共就出2000个很早就卖完了 ok that is that ok那现在我们就越来越 越有这个劳力士的DNA了 这款表就是蒂舵的heritage chronograph 它的reference number应该是70350 好像是70350吧 那新出的70360呢也变成熊猫面啊 也是突然一表难求了 虽然没有长得那么夸张 反正溢价个10%左右还是有的啊 那这款的呢就一般般了 这款其实用的是百年龄的基星 Brightling的基星啊 它的这个动力储存应该是70多小时以上 我记得啊 那基星也不错 然后防水它其实放的不错 它是200米 它比一般的Detona要防水系数要好得多 因为一般的Detona就是劳力士正常的体育表的防水 100米啊 这个200米 所以说潜水它既是潜水表也是计时表 那它的设计跟Detona也很相似 然后当这个红字 非常厚重啊 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Detona很多人推崇Detona的原因就是 Detona其实真的比较薄 这块表多厚 你可以看一下 15 就差不多15毫米 然后这块表的直径表面直径呢 是差不多41.4 官方的数据好像是41.0 but anyway 不重要 因为它带起来绝对是比看上去和感觉上都是比Detona大 说到劳力士DNA呢 那这一款D多呢 那就是DNA更强了 这款就是所谓的Big Block 中文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翻译啊 是一款20到30年前的计时表啊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在30年前那个年代啊 D多的很多配件 它用的是劳力士 你看这个表块 写的是劳力士 然后呢这个表壳也是 这个表壳也是用的劳力士 Rolex 这个光正好啊 表壳是劳力士 然后表带 这里的表带已经不是了 在之前的表带 甚至表带有些 有些款式都是劳力士的 所以说它的劳力士基因很强 这款为什么叫做Big Block 大块头 为什么叫大块头 那是因为也是比较厚 在当时来讲 大家一看啊 14.5 这个比跟刚刚那个差不多了啊 这个这个D多的 prince 这个还不是prince 就是oyster 然后 它的 它的下一任就是 非常出名的D多的Tiger系列啊 Tiger系列 的话呢 其实是有真的熊猫面 这个因为这个并不是真的熊猫面 它其实是是银熊猫啊 它是银色的表面 加黑色的subdial 那下一代的Tiger呢 它有真的熊猫面 但是那个Tiger 其实有一个 对于收集者来说是一个缺点 那就是说 Tiger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劳力士DNA了 表冠也没了 表壳也没了 不像这款 这款的表冠 表壳用的都是劳力士 这是为什么收藏家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BigBlog 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应该是79180 我没记错的话 自己买的表也自己忘了 anyway 然后啊最近啊 我还是 最近我自己收集了一款 最近我自己收集了一款 很有意思的表啊 这是一个Micro Brand小品牌的 叫Loreal Loreal的这个Gemini双子系列 它其实真的是熊猫面 熊猫中的熊猫 两个subdial 然后纯白 你对比一下这个 刚刚我给您看过的这个 金工的这个 这个Satona熊猫啊 它这个是乳白啊 偏黄 那这个纯白 相当于意思 而且它用的是我们的海鸥机型 海鸥ST19机型 这个机型是非常耐用的 当然打磨也是比较粗糙的了 但是谁在乎对不对 然后是手动上链 没有日期 表圈是可以转的 双向表圈 Bidirectional的转 它的官方定价是500 那基本上这个需求量 跟它的 货源存货量呢是相等的 就基本上它 卖个一两个月就会卖完 然后呢就会要慢慢等 但是基于现在这个 海鸥ST19的这个机型啊 它是完全不可能缺货 是一个非常廉价的 而且是大批量生产的机型 然后它的整个的表壳 这些东西呢 说实话呢也没有说特别的精良 但是对于500美金来说 500美金的表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啊 所以说它的缺货 它后期缺货的可能性 真的是不大 如果有兴趣啊 在欧美 甚至中国 他们的网站可以直送啊 那我就不给他们做广告了 如果喜欢这个熊猫盘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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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可以去考虑买这块表 这块表说实话啊 基本上 满足了熊猫盘 表迷的所有需求 除了没有这个自动上链 没有自动上链 其实是好事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 经常会换表带的人的话 手动上链加没有日期 对你来说是个好事 是个优点啊 不是缺点啊 终于来了今天主角啊 今天主角就是这块 116520黑表面啊 这个这个表盘怎么说呢 我来擦一下 这个表盘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不错 如果是真人看的话 你现场看的话 会觉得更喜欢 我这边毕竟灯光不好啊 那旁边这个表圈呢 你是肯定会被划到 因为它是不锈钢的 不是陶瓷的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熊猫敌是改陶瓷了啊 这个表面直径 官方一直说是40 其实 其实就是38.5啊 丝毫不差 每一块都是啊 所以你 excuse me 所以你如果买了一块 得通的 不管是熊猫敌 还是这个老钢敌啊 你量一下表面 发现表面比官方数据少了1.5 说不大对 其实很对啊 表面上好像少了4% 其实就这么回事 老力士就是个样子 你怎么办 没办法啊 然后它的这个 Polish Center Link 抛光的这个表面呢 带的也是非常舒服 说实话 刚表面来讲啊 我带过老力士的 GMT Master 2 啊 水鬼啊 C-Dollar 啊 然后这个啊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 Explorer 还有这个 现在的这个 Daytona啊 说实话这个 Center Polish的 这个Links呢 我认为 带起来是最舒服的 比其他的许多表 许多钢表带都舒服 Omega的钢表带 真的是最烂啊 在名表里面啊 因为这块超霸 说实话这个表带 让我不胜其烦啊 我是我是非常 我是非常不喜欢 带钢表带以外的 任何表带的 但是我现在都在考虑 以后干脆 就把它换成一个 那个尼龙带吧 Anyway 这块表 如果你这第一次上手 第一次带的话 千万记住啊 就是白色表面的老钢笛 戴上去看 看上去一般会比较小 那黑色表面的 看上去会稍微的 比白色大一点 那其实它只有38.5 就那么回事 所以你不要觉得 它戴上去会跟水鬼一样 看上去那么大 其实 它看上去会比水鬼小一点 如果你分开看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表可能是比水鬼小一点 那综合来讲 这个表是非常好啊 非常不错 上手的感觉 也不错 我是大概16.57厘米的手腕啊 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对我来说 就是差不多 再大也不也不太好看 那当然像孙岳老师那样的人 对吧 我之前视频讲过孙岳老师那样的人 对吧 那是300斤的体重 带了一个熊猫笛 那你这个 说到熊猫笛啊 我讲讲我知道的哪些名人带啊 台湾一个主播叫王又震 是中天的一个主播 他是带了熊猫笛 那另外一位台湾的大哥啊 王耀庆 王老师啊 就王耀庆 这今年50多了应该啊 当然现在还是 看上去想扮演30岁的人啊 但anyway了 在大陆混得也是风生水起啊 人家也是带着熊猫笛 然后就是我们伟大的孙岳老师 对吧 孙岳老师应该是最重要级人物了 带熊猫笛是吧 在他们身上熊猫笛 其实看上去王又震跟 跟王耀庆带着熊猫笛 我觉得都还蛮搭的 只有孙岳老师呢 真的换个大表吧 那个手腕实在太粗了 而且人也实在太胖了 anyway 整个表相当不错 但是也不敢抛光啊 怎么办呢 就这么着吧 行了 先这样吧 OK 拜拜